除了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煞 吉隆坡警方也在交赖一带兵分多路 捣破了一个用邮寄包裹分销大麻的贩毒集团 逮捕了8名嫌犯 除了起货94.8公斤 适时将近30万令吉的大麻 还有两包企图用来掩人耳目的兔子饲料 吉隆坡总警长鲁斯迪指出 警方在上个星期四和昨天分批行动 到交赖和班登英达 突击快递公司和几个公寓单位 起货了毒品、手机、摩托车和34000令吉现金 初步调查 这个贩毒集团经营了两年 从泰国引进大麻以后 用豪华公寓当作仓库 再透过及时通讯应用程式联系买家和卖家 落网的8名嫌犯 有5个人延扣到下个星期一 其中3个人有案底 另外有2个人的妙检结果 对大麻呈阳性反应 当局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39B贩毒条文立案调查 � loanikum settlements 警告便宝 两个人在后 han肯成我们互没有 disciple乐教练文立案调查 compose巴图文立案调查 ��rs无数 Ub seit成员 他在前面 se板上 2个人 如果